通过多方提到核实 了解事件是否涉及中国公民 截至目前 总领馆暂未收到 有中国公民在事件中伤亡的消息 外交部级驻纽约总领馆 将继续密切跟踪事件进展 我们同时也提醒在美中国公民 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保护自身安全 美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 枪击之国 我们真心希望 类似纽约地铁 枪击事件这样的悲剧 不再重演 真心希望美国人民 能够过上没有枪击 没有恐惧 没有歧视的日子 美国政府绝不是什么 人权教师爷 美国政府应该做的是 停止对别国人权状况 指手画脚 为改善本国糟糕的人权状况 做一些 不再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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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再次